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身为犹太人的安妮法兰克 一家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 而藏身荷兰一处阁楼密室 当时13岁的安妮以日记写下 每日躲藏的点点滴滴 而这本安妮日记就真实见证了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 而与安妮同时代 在地球另一端的战场上 有着遭受日军性暴力的 慰安妇年轻女子 如今成为我们口中的阿嬷 2018年妇女救援基金会 附设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 与荷兰安妮之家博物馆合作 举办为期半年的安妮与阿嬷相遇 看见女孩的力量特展 首次将安妮的故事日记 以及密室意象带到台湾展出 觉得身为她一个这么小的女性 然后可以在那时候这么战乱 然后的时代 然后写下这些真实的史料画 觉得对我们历史有很大的保存价值 他们同时是在欧洲战场跟亚洲战场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东西的 非常感动 我刚看到德国代理协会代表 站在里面的时候 其实表情非常凝重 其实我们可以反思自己 就你可以真正感受到 那种在战争破坏的期间 然后你又作为当时候的女性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创的呈现 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表示 今年以特展形式 与荷兰进行国际人权外交 展览会场从阿嬷家 再走进安妮的密室 期许带领民众共同反思 压迫无处不在 但唯有正视于肯认她 才能带来治愈的可能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珍惜 80多年来的和平 不要轻易地侵犯他国 跟开启战争带来森林涂炭 而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 副代表范安智德表示 安妮的日记不仅带领大家 看见战争的丑陋 也让更多人看见 无数颗勇敢坚毅的灵魂 原事情文学 三脉学长台北市采访报道 三脉学长台北市采访报道